我这个人来说是比较容易享受当下环境的 或者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周围环境影响的人 就如果周围气氛很尴尬 我也会很尴尬 所以还挺开心的 比意想中的要轻松很多 而且比意想中的要有趣很多 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然后你们一问我贵有什么特点 我都只会告诉你们贵有好吃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的有趣之处在哪 但经过这三天的拍 我发现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说的 就是我都意识不到它的有趣的地方 印象最深刻的瞬间当然是回到母校那一瞬间吧 就首先因为本来以为就是不能进去了的 然后后面还是能够进去母校 然后又看到它那么大的变化 就发现真的是 身边所有的事物都在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吧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私底下自己来说会相当于更感性一点的 就是相当于如果当着大家的话 我会更努力克制一下自己 但是你心里的波澜其实还是蛮大的 尤其是你看到学妹学弟们他们喊你学长 你会觉得哇塞 就那种感觉你没有办法形容 就发现原来时间一直真的在往前走 习惯了开始习惯这样所有的一个环境 因为还是说那句话 如果你在三年前之前去采访我 我又是一个话特别少的 然后不知道怎么去说话的一个人 所以也被也在外面的漂泊经历改变了很多 就算我现在再开朗 我现在可能再放得开 但打心里还是一个腼腆的人呢 就是不要不相信 请把你笑起来的嘴放下来 因为打心里就还是会是一个腼腆的人 因为就是你去跟陌生人聊天的时候 你还是会很不确定和很不安全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你会不会给别人造成麻烦吧 我觉得这是我会比较考虑多的一点 每个我去参加的节目 无论是不是音乐类的节目 我觉得都是在为了让我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 去留在那个舞台上唱歌 所以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因为以前别人都会问我你的愿望是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我会回答的说是我要成为邓丽君王妃 或者是就是什么陈一迅他们这样的老师们 这歌手 但后面我发现我真的只要能够留在舞台上唱歌就好 你会觉得你很幸福 因为你就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情 对这点很奢侈 所以我以后的目标肯定是歌手了 因为我以后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歌手 我几乎全国很多城市我都到过了 但你就永远会觉得你是你不是属于那里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归属感这个东西好像是只有家乡会给你的 这个挺挺挺难去形容的 对就像 就像每次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 就是无形之中你就会感觉会有一股味道是属于你家里的那个味道 就当然不是什么奇奇 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家的味道了 就是你进去就会觉得啊那个温度那个湿度 或者是家里经常出现的食物 就是啊这个是我家 就是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贵阳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你到贵阳的时候 你可能看见街边推的一些东西啊 或者是听到那个口音 或者是听到大家喜欢开的一些玩笑 或者是一些口头禅 你会觉得啊特别特别的安慰和特别特别的清静 我觉得这一点是其他城市非常非常难去比的 因为一个城市要让你有归属感 其实很难的 对因为 哦 这个就像一个人 这个就像是相对来说一个人的安全感来说吧 你要把它培养出来是其实非常非常难的 而且我呢又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觉得贵阳这个城市对我的特殊之处 哇 好难形容 贵阳人其实是特别热情的 而且是特别喜欢去照顾别人的人 而且更多时候他们是 虽然嘴巴很讨人厌 但是他们喜欢开一些玩笑 讨人厌的玩笑 但是还是会从心里去关心别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贵阳人的一个大特点 对因为刚开始采访我的时候你们问我贵阳人有什么特点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甚至应该说我是想不起来的 因为我也很久没有跟贵阳人去相处 但是经历过这三天慢慢开始回忆起来 哦原来这样这样的一个特性是贵阳人的特性 对他们就是嘴巴讨人厌 但是从心里会去关心你的这样的感觉 每个人无论在外面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多少年 你在自己的故乡所受的影响是一直跟着你的 就无论在任何时期都一直是跟着你的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故乡赋予我们身上最大的特点 这个你很难去改变 因为你根本就意识不到 那个是故乡带给你的一个特点 谢谢大家